卖鸡蛋了,卖鸡蛋了,新鲜的鸡蛋营养又健康 窝窝头,窝窝头,现烤的窝窝头,五块钱俩,快来买,快来买呀 啊?这个宝宝又在吆喝什么呢?走,我们去看看 宝宝,你干啥呢?听你吆喝了半天,说卖鸡蛋,还有窝窝头? 没办法呀,这不是看你和史蒂夫都有那么大的房子住,我和蔡蔡是挤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,我们肯定要挣钱来扩建房子呀 啊?原来是这样啊?宝宝,那你啥时候这么穷了呀?要不,我资助你一点,买你几个鸡蛋,还有窝窝头 那宝宝,你这鸡蛋怎么卖的呀? 我这鸡蛋特别新鲜,十块钱一个 啊?你这鸡蛋怎么这么贵呀?有啥特别的吗? 我这鸡蛋,它可是公鸡下的 它可是公鸡下的,公鸡下的 呵呵,宝宝,你这瞎话说的太没水平了,这公鸡怎么能下蛋呢?你这不是骗人的吗? 它真的是公鸡下的,我养了三年的公鸡,就下了十七个蛋,特别贵呢 呃,那好吧,那你给我来两个鸡蛋,行吧?我倒要尝尝,这鸡蛋有啥好吃的?那你这窝窝头怎么卖的呢? 窝窝头便宜,五块钱买你俩 啥?窝窝头,别人都喊一块钱四个 你这,怎么这么贵呀?五块钱再两个? 我这窝窝窝头,可是现烤的 那行吧,行吧,你给我烤四个窝窝头,我拿回家吃 来,这是钱 多两颗钻石,就不用找了 呆呆,看不出来,你那么大方了 那可不是,自助自助你啦,看你住这么小的房子,唉,太心酸了 我的窝窝头,有没有烤好啊?对对对,你两个鸡蛋给我呀 你这窝窝头,烤的能吃吗?别焦了吧 我这烧烤价,可是经过我科学推算的,这火猴可是刚刚好,怎么可能焦?你不买不要砸我生意啊 哦,好好好,那,这窝窝头,烤出来肯定很香,很好吃,那我在这里,等一下 宝宝,你这靠谱吗?这,这怎么还没有烤熟啊?我这,我这烧烤架第一次用嘛,难道出什么问题了?你再等等嘛,别着急 啊,啊,啊 宝宝,你确定你这烧烤架能烤熟吗? 这,这天都黑了,还没有烤熟,你这,太不靠谱了吧 难道这烧烤架真的毁了? 蛋蛋,要不我明天给你送过去吧 行行行,那好吧 买了一个窝窝头,从天明买到天黑 宝宝,你这烧烤价也真是够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